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选择在一个屋檐下就抱着骨灰也没有睡就在那边休息 休息到隔天五点多的时候又赶快去坐大巴 回来以后还是得到重感冒 然后到医院里面住了五天 但是这个过程上我就知道说我下一次我要去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就要下台阶了喔 来 陈爷 下台阶了要注意喔 要跟紧喔 要跟紧喔 特别叮咛 一定要把自己的哥哥找回来 这位老兵是在14岁的时候母亲责骂他 不长进 然后就拿个棍子跟他打了两下以后 他就出去了 那出去以后就没回来了 他母亲到临终前都还在挂心这件事是说 他的儿子为了让我打两下以后他就离家 他的儿子一直到现在还不原谅他 其实他不知道说他的儿子已经到台湾来了 没办法回家 他们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只有一个姓名 出生了一个日 包括籍贯 我们就开始找人 这个过程上我们就是跟他们的家人就是一种的亲情 就是一个缘分啦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大陆 我的亲人比台湾的家人多啊 我家现在的景旗有一百多面 那其实因为我刚开始也不知道说 送这个景旗的含义是什么 后来才知道说在大陆内地啊 他们送景旗是在感谢恩人 跟对他们家有帮助过的人 他们才会送景旗 他们送完了我就会把它保存得非常好 也让我自己的后代啊 多学习 也能够多做一些对社会上有意义的事 像我同学啦 我朋友 也一直在跟我讲说 说德文你不要再送下去 不要再做人家的孝子 是因为父母亲都健在 之后会对他们是有折瘦 我爸爸听到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事 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下去呢 坚持做下去 不用担心我们 这是爸爸一直在跟我鼓励的 所以我对家人是有抱歉 但是他们是我的一个支柱 所以我就很放心再坚持再做下去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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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